生活要怎麼過 絕望的我 放手一搏 或許無處可躲 堅韌自我 離天而活 就像路上 一套都適合我 哪有如何 淚自星空的微波 千萬能放過一千空 異能者協會的人 協會的規矩您應該知道 我們就先不打擾了 在我的懷疑沒有確認前 我們還是先低調按照他們的規矩來試 不能在異能者協會面前動用修仙功法 五百年前所有修仙者聯合拯救了世界 現在修仙者竟然被排斥了 發生什麼事了 少爺 我的一個手下被殺了 我得去看看 我跟你去 萬一有什麼危險的情況 我怕你一個人處理不了 好 前輩 我們也去 我們也能幫上忙 祖師爺 你也帶上我們吧 你們應該知道瑤瑤那些手下的實力 能殺了他們的人 實力肯定很強 你們現在還是太弱了 在這邊等我吧 打架的事情交給他們吧 我帶你們去更好玩的地方 這東西怎麼處理 沒法一直帶著 但也不能就這麼放在這吧 取出他體內的星石就行 屍體就放在這裡吧 他是金手指的人 你確定要這麼做嗎 我怕會引起矛盾 協會允許他們金手指存在 你以為是真的怕他們嗎 也是 他們的實力 根本沒辦法 與我們協會抗衡 沒錯 金手指裡的人都有些實力 這些人留著多少有點用處 若非如此 協會早就將他們劍術消滅了 啊 怎麼了 他體內沒有星石 你說什麼 真是不錯的身體 我感覺體內的力量正在不斷向外湧 給你幾天適應時間 隨後就加入計劃吧 這個星球已經拖了太久 是時候結束了 按照這個星球的時間計算方式 新疆大人還有一年時間可以抵達 在那之前完成我們的任務就行 明白 怎麼可能 你檢查仔細沒有 我再確認一下 果然沒錯 他不是異能者 體內沒有任何星石能量 嗯 不是異能者 卻擁有五級異能者的實力 這傢伙 能不成 你猜得不錯 他應該是修仙者 還真是發現了不得了的秘密 看樣子 金手指那批人的目的 沒有那麼簡單哪 接下去怎麼辦 把屍體帶回去 交給協會處理 這件事需要馬上上報 什麼人 別在那裡裝神弄鬼 你是金手指的血竹 兩位似乎發現了一些不該知道的事情了 那我們可不能就這麼輕易地放你們回去 真沒想到 你們金手指竟然是修仙者 你們是怎麼門過協會審查的 這不是你們現在該關心的問題吧 不如你們先想想 該怎麼把命給保住 真是不可思議 修仙者竟然也有這樣神奇的力量 出雲那傢伙 他看上去沒那麼簡單 這傢伙是誰 還有這個青年 不記得金手指有這兩號人物 小心 你 你是紅衣魅鬼 你 你 來 我 我 說 不 你 我 你 我 那 你 我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